Hello大家好,我是雅耳飛 今天給大家帶來這道菜是蘿蔔肉丸子 這道菜所需要食材是 薑 雞蛋 胡蘿蔔 青蘿蔔 提前剁好的肉餡 接下來開始備料 薑切末 切好之後放碗上備用 青蘿蔔 切絲 胡蘿蔔 切絲 切好之後 放碗上備用 然後在蘿蔔中 放適量的鹽 殺出它裡面的水分 抓拌均勻 殺至10分鐘 在給蘿蔔殺水 同時我們把肉餡 再調製一下 放入一勺鹽 半勺雞精 少許的胡椒粉 再來少許的料酒 然後給它攪拌均勻 攪拌至上勁 現在一攪就感覺成了團 這證明已經上勁了 攪拌至上勁之後 然後加入薑末 然後加入薑末 再打入一個雞蛋 再次攪拌均勻 反覆摔打二十幾次 摔打至上勁 然後放下備用 蘿蔔 灑出水之後 把蘿蔔的辛辣味 灑出 然後加入適量的清水 把裡面的鹽分 給它洗出 鹽分給它洗出之後 然後把水分 給它攪出 水分攪出之後 然後給它切成碎沫 剁碎之後 然後給它加入肉餡中 然後給它進行第二次摔了 把蘿蔔充分地給肉餡融合 再反覆摔打個十幾次 讓這個蘿蔔充分地融入肉餡中 接下來我們開始製作 水燒至九十度左右 剛要起泡 然後給它關最小火 然後用這個虎口 給它攪上丸子 稍微圓一點 把丸子煮至全部 天浮上來時 然後關火 盛出 今天這道菜製作完成 喜歡的朋友可以點擊下方關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 分享給大家 今天這道菜製作完成